台南雖然主動退黨,但他還是有稍微酸說您月嶺9萬 那他願意保住您的官位,你會覺得他是在酸您的開港嗎? 這如同我剛剛所說的,我知道我的發文一定會激起這個 無論是郭信良先生也好,還是郭再興先生也好 他們的這個反彈,他們的批評 這個我都相當清楚 在我發文之前,我就很清楚認識到這件事情 那所以正是因為這個樣子,我更需要在這個時候講這些話 那我想台南的問題,還有他長期結構性的這些因素 那現在是我們一起來面對現在這個市政的各種成額 必須要深刻檢討跟面對的時刻 那作為民進黨的一份子,我們共同來面對這件事情